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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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了也没见到自己不消化 你那么好 我病了 头蒙蒙的喘不过气了 啥也干不了 最主要是心里不想干 然后 然后 然后蒙蒙的 不想说话 不知道想 头脑还飘了些云 然后好多 都不想打盹 坐在车上还打盹 各种 反正就是 大家认为的不好 负面的东西吧 我觉得也蛮幸福的 我不睡 你睡 不是 你的思维 你的那种状态 里面是有不病的东西的 你从来不会病 今天呈现的状态 就像台湖气压低的状态而已 所以正向思维 这就是刚开始训练正向思维 当你破的二元对立的像破碗 破得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能保证那种思维 你就是 你真的是 卡在床上 全身烂了 或是难受到死去 你也不觉得自己不是个佛 佛是什么 你就是无形无相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不用去解释那个佛是什么 但是你就在那儿 如果不都慈悲也不会丢 我出离心也不会 就所有的一些 如上正等正觉 果未尽见的什么影帝 果地 这些东西想也不会想 就在那儿 佛性就在那儿 入不动 永恒的 爱也是永恒的 一切都是永恒的 所以对你好也是爱 不好也是爱 你绝对不会围绕自己的角色 去定义这些东西 因为你的爱不动 而且你不会因为各种相的变化 认为这个是爱或者不爱 难道是不爱 然后就爱或者不爱 爱不爱 这种定义都是很无名的 但也不是人力 你认为你把爱 矿定在一个桥 这样一个框架里说 这就是爱的时候 那剩下的肯定都不是爱 是吧 肯定爱不可能那么小吧 是吧 爱怎么能够是 这么小个框框呢 是吧 所以呢 你打破这个框的时候 它叫什么不重要 叫慈悲也罢 叫爱也罢 只是有个有横的东西一直在那里 它不会 它也不够 它也不敬 它也不爱 它也不恨 它也不 不会说是什么赛 它也不饿 你不会定义这些东西 但是你在人道 就视线人道的东西 你会活生生的视线个人 那四个人就有生老病死 你在人道 你不是以人像吗 人像难道 那你视线人像难道 它只变个人形 只画在这 视线人 那就视线人的一切 生老病死 爱恨情仇 堪称痴漫女 全是 全来啊 那叫视线 我们其实你也在视线 只是你视线的时候 忘了你是 你的本来面目了 所以你的视线里边 你就成了被笼转了 就成了被笼转了 这概念就变了 但是成道者的视线 它就叫视线 它就不会被控在这个视线里面 但是我们也是空性的视线 它就控在这个视线里面 就不自在嘛 你就是现在不自在嘛 各种各种想 我有时候挺怕 那你提到问题的 因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说说就说成别的了 我说不是这个问题 我自己会不好意思 而且有一些我就是 我怕被戳痛 哦 哦 戳痛啊 不怕的 戳痛柔柔 对不起 切块高药 没关系的 要勇敢一点嘛 要勇敢一点 去尝试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去 去调整自己 勇敢一致 慢慢你的承受的 就这些怕 我又不允训自己 是那种很做小的 我又觉得 又怕痛 这还是小吧 再长一长吧 就继续 继续成长 尤其自己这样子些 尤其自己在这种 矛盾的心理同在 过一阵子就没了 过一阵子就没了 过一阵子你就不会有这种状态 但是咱们那种 我们都小到就多小 比比喽 六七个月呗 你长大了啊 不是为了让你夸 不是 你刚才一说我一高醒 你看看我铲子 现在好痠 是不是丢魂了 不是 你一说我一高醒 然后这个铲子里面 好痒啊 好痒啊 痒痒 你看现在这些 好痒痒 痒痒 痒痒就气通了呗 自己揉揉呗 就笑得伴你笑 然后笑得伴你笑 然后笑得伴自己伴你 然后咬啊 然后停不住 咬人气外过 你有堵塞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说是小孩 那么其实坐在这里想 还是应该更多的 应该去行啊 做很多事情 成长嘛 成长就是有导航者 就是缝德之介只是一个导引 这就是你跟小孩子说 你要这样思维那样思维 但小孩子他有他的天性嘛 他也会 但是你的理路要道要 你不说是你不对嘛 但是每个孩子 他以他的角度成长 比如你养了七八个孩子 那每个孩子 有每个孩子的习性嘛 天性啊 有的天性这样 天性 但是你正确的教育学校 是一样的嘛 但是每个孩子 爱他自己的天性在成长 有的听有的不听 但是他也会思索 这就叫教育嘛 教育你不是说 把所有的孩子 变成一个模子嘛 这不可能的嘛 但是这个法性 因为我们有六道之性嘛 有六道的喜气嘛 那有六道的喜 最起码我们有欲望的时候 是在欲见六道嘛 那欲见六道 你的身体上 你对不同的人事物 呈现六道的东西 呈现六道啊 甚至有的是畜生道的 你都看不见他有人像 他这里边可能是很小的一个小鸟 或者是一个小蚂蚁 或者是小虫子的状态 因为我们是六道道 六道平的啊 先不要说你像个小虫子 或者什么 你会觉得自己是脸的 不是 你太小瞧虫子的聪明了 那其实我们是真的是 人力太高估自己的自私 我要说你的 你的心心里边是个小BB 小小婴儿 你都觉得开心一点 说你是个老虎抱着 你真的很是 但是一只老虎抱着的聪明 一个大象的聪明 你这么想象不出来 他们很聪明的 一只成年像好像也能 七八岁孩子的至少 有时候是科学的 他的大脑很发达的 而且尤其海洋里边 很多渔猎啊 或者很多 他们蛮聪明的 他们有记忆有情感 很重情重义 还有品质 然后他们蛮好的 有些人 只是人力不太了解他们 就高估了自己的智商 人力 就是 那么六道的东西 有时候大家坐在这 有些东西会呈现动物道的 有些东西会呈现人道的 有些东西 但是如果是从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人嘛 那我就爱神道说 爱神道说 大家的心性里边 我说小子 是因为你的 你的真的是 就像幼儿章的那种状态 都是就是 就是 包括 对情感 对于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的看法 就侵入在那个智商 说句老实话 还真是侵入在 所以说小就是 他会 但是呢一旦他开启 那个智慧 他会 有的成长得很快的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就长到十几岁 迅速的成长 新性的成长 所以如果按正常习惯 就是世俗的这种教授方法 而不是按圣人的言录 去开启你的朋友的能力的话 你的成长 我觉得人力长三七岁 寿命有三千岁就差不多 能够长大 就是说对情感 对很多东西能够 就是不会被 一下子就被死死的 就卡住 就是控住了 就没那么严重 我觉得过三四千岁吧 才会慢慢的 对很多游戏啊 就不玩了 就会淡然很多 一百岁我 我只觉得还是少了 年龄少了 一百岁幼儿十七也没过完 因为按正常的发育 一百岁 他的心智模式 心智智慧 心灵的智慧 他一百岁 他除了是小时候 根本不懂 只受饶活生命 吃东西 他的见闻觉知 就这个知识的领及也不够啊 不够应付这个世界的无常啊 很多东西 他不能够搞得住 所以最初不是人 人有几千岁 是慢慢地解下来的 福报不够了 这也不一定 乌龟活是一万年也蹦蹦的 我也不知道 是吧 也得去开启 但是老乌龟确实也是 啥也知道 心里知道 他这个没能力 所以活得太 活得 活上个三十千岁 一万年也得去 不断地去借位去思考 就像乌龟每天冬眠也不行 一万年每天没在土里冬眠 也啥也不知道啊 我是觉得像刚才小妹妹她说 她对这种状态 就是比较 感觉上很柔弱啊 嗯 是不是去经历一些事情 最好一点 对她而已 目前她去经历一些事情 也可能把它灭了 也可能她出去里边 让自己变得又冷又硬 也可能去去成长 也可能灭掉 嗯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都需要经历磨难 才能成长的 她有的就直接就 在里边灭掉了 就 就被 被生活 去压垮了 压垮了 嗯 每个人的承受力 敏感承受力做 嗯 那就像说这种 敏感的睡衣的人 然后承受力强的睡衣的人 也是各有 最终还是会打败的那种 最终的那个 如果是去修 去有机会去 知道去修这么 有正确的见底 我觉得始终是个认知 没有什么 就像 我觉得最脆弱的是 敏感承受力弱 然后呢 自己还比较稍微在 就是受过一些教育 就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且在的觉得自己还是蛮优秀的 就是觉得自己还可以 就这种 就容易 其实反而容易在这个 人世界翻船 人世界出现问题 就是反而受过高度教育的女孩子 容易出问题 就是也 反正我从小 如果一天说也不念 反正没啥想法 就 就这样 反而说 嗯 我们北方画的汉 还有性格也有关系 个性也有关系 还有家庭模式 家庭模式 从小给予她的那种 借我觉着 录下的那种东西 嗯 我觉得父母还是影响蛮大的 嗯 家庭 父母真的是你的最左的 父母因为给了你身体 他对你的真的是你的上帝 在你心中对你的影响之大 你成长以后呢 很多模式来追父母的模式 很多 而且 但是 但是 佛陀真的 圣人啊 圣人能给你慧命 就是 如果你接受了 释迦牟尼或者圣人的一些言论的话 他能从你对父母的那种教育 彻底把你再解剖 再生一次 就是你父母给你的影响 如果 通过 计会 通过释迦牟尼的之后 我觉得 就彻底能摧毁 嗯 真的是给你慧命 就重生一次 所以你看那些佛弟怎么经常说 我们从佛口中生啊 从佛法生 从佛口中生啊 口中当然是佛口 就是佛法了 他在哄言 从佛法中 改变了自己的认知 彻底的 人性的 人力的那些 彻底解脱出来 那出六道了嘛 那不属于人了嘛 那不属于人了嘛 那是父母所生嘛 那你一下子解脱 大车大悟以后 就从佛 从佛口生 从佛生 从生 给你从生 我们还有一次 是从生的机会 是 父母也许我们不能选择 但佛法我们可以选择 你看 是吧 我们投胎那个时候 无名嘛 不知道之间就投不来 那谁 人家改召改幼 我们就过去了 有缘嘛 只是有缘就进去了 但佛法是我们选择的 我们有选择性 从生 选择从生 心绣上的成长 从生 我老觉得 父母跟我们关系 尤其我业者之后 更加重点 感觉很强 我们虽然说 父母对我有影响 还是我们自我的 还是 其实你经历的 还不过是自己的 因因果果 自己生生世世的东西 父母家庭 还有这个世界 这是共业嘛 你看到世界是共业嘛 家庭那是你个业嘛 好像有些人 它只不过是你的见闻觉知 知道吧 你的见闻觉知 你看见了什么 听见了什么 然后如果你生生世世的 习惯 你的认知 那个什么 如果足够层次高的话 你可以转这些东西 你就不会被这些见闻觉知困住 现在明显的 我们被这些所见所无所 感受到的一些困住了嘛 所以家庭啊 觉得父母才对你啊 如果你是成道者 假如说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投胎下来的时候 他不会被这些见闻觉知 控住的 这些见闻觉知 这是家庭父母 妈妈死了 他剩下他妈就死了 一一复一 这些东西 他这是他的见闻觉知 他不会控制人类的 这种思维角度 你知道吗 因为他内在的那些东西高 他用他的角度来转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却转 就是刷 服饮走 服饮到自己这个肉体 然后再穿过来 服饮到父母 服饮到身边的每个有缘 有缘重生 就像真空灾 就像宇宙的情缘 还是 直下不射出去 那就是急缺身贴的状态 而现在是我们是 我们是那个 然后来了 然后见闻觉知 一层一层包裹 包裹 就这样包回来 莲花壁包起来 一层一层包裹 你现在再一层一层展开 那天你说 我跟父母说服饮是谁 因为我们来自复兴的学 我只是这样说 你服饮确实 服饮哪不是服饮你自己 跟成同源嘛 但是父母对你的影响大 我就是说 我是分享了一个 我就说 我以前是 我突然发现我 我对父母还有要求 父母都 七老八 八十七八十岁了 父母有时候说话 你还希望他们说得那么 正确 正确 其实你也知道 没啥特别 你还希望说得那么得体 就希望他们说话 一定是要照顾你的觉受的 一定要在公众场合很得体的 说的那句话不会让你觉得 弄气啊 这样说话 真的是 怎么能这样说话 好像觉得给你脸上 丢脸 丢脸或者是什么 有的人是说 觉得妈妈 就给你丢脸或者是什么 他对父母有要求 其实他是潜伏的一个模式 但是其他老太太老人 坐在这说话 他就没那感觉 是吧 倒不是说 他就更慈悲 更融合一点 他就觉得 他去养老院或者是什么 他做得很好 但是对自己的父母 他就不行 他就没办法去很柔恰的相处 他觉得 妈妈爸爸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那样 就是从小把父母就是 父母就是贴地嘛 就是生他养的 不能有错 不能有错 尤其父母有错吧 还好 如果父母残忍 父母无情 那解释对他就是太大的伤害 我觉得父母很无情 父母很自私 你一旦定义了父母是自私的 是无情的 是残忍的 甚至父母是卑鄙的 甚至父母是做错的事情 让你觉得他真是邪恶的 等等 这些东西一旦你定义了 你就很大的伤害 你知道你自己心里深处 会没潮下很深的伤害 然后那种伤害就潜不到你 你就是 就是那种 你就会伏定自己 因为你就是父亲母学组成的 你就会觉得自己就罪恶 就是 就很大的伤害 父母 你可以容易前前家人犯错 但是可能不允许父母犯错 你不会原谅父母的 你不会原谅 但不原谅父母 你绝对不原谅自己 自己做错任何东西 你不会原谅 你不会原谅父母是上帝 上帝怎么能错呢 上帝错了 那谁还有希望 这不世界绝望了吗 上帝都是错的 做错事 那这个世界还有完人吗 然后你就绝望了 然后你就绝望了 对这个世界 然后 当然对自己更绝望 就是这样 你就问老师 您说到的 我们实际上 对我的这种要求是完美的 不是要求的 你解服的 知道你是完美的 情深知道完美 只是你答的 这就像 我刚才说 当你抱怨众生对你要求的 解服的是你想买众生的缘 是你想帮助每一个众生 做不到 你自己烦躁 我怎么能做不到呢 怎么做不到呢 你烦躁的时候 你就变成抱怨了 其实你想做 你想跟每个众生 都达成那种爱的 沟通的交流等等 然后你觉得自己太弱了 太能力不够 就解服的是这样的 解服的是你是完美的 所以你才追求完美 你根深里知道自己是完美的 不缺的 什么都有 所以才就无法认可 认可 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不对的 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缺失感的 永远觉得自己缺着缺 因为你是完美的 你拿不出那个完美来 你知道你里边什么都有 但你拿不出来 你就抱怨 我怎么拿不出来呢 我那些东西拿去了 我那些完美的东西拿去了 所以抱怨是这样产生的 抱怨是这样产生的 然后觉得自己确实是这样产生的 就是庚子林你是圆满的 完美的 但是你从来不敢相信 这就是我刚才说了 你不定义了父母是残忍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绝望的 你是不原谅父母的时候 因为你前一时把父母当上帝 你就觉得上帝都会做错事情 怎么可能这个世界还有完美的人呢 你就对所有的人失去信息 对所有的人失去信息 那你会爱这个世界吗 不爱这个世界 你不会对自己绝望吧 你也是个人啊 然后尤其你是父亲文学组成的 那你不会辅定自己 那不一条路下来你就夜市了 那你就绝望了对这个世界 潜伏着你就这样 不辅定嘛 就是不相信你是完美的 你辅定了父母辅定了自己 你怎么能看到自己的完美呢 你连原谅宽容什么都拿不出来的 你觉得我怎么气 然后就抱怨自己了 我怎么气量这么小呢 就觉得自己好小气 好小气啊 我怎么不能宽容父母呢 难道父母 我怎么 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怎么能不爱父母呢 但是又说难道我能够 爱父母的无情的自私吗 难道我能够爱父母的残忍吗 其实始终是大家把父母 自己都摆在佛的位置上在要求 因为如果你突然想到父母是个普通人 平凡的人力啊 他是个人力 他怎么能没有任何东西呢 如果父母是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力 那么人力所有的习气 习性都有可能在他身上发生 是不是 甚至财人 环境逼迫到那个时候 他可能会把你煮了吃的 如果他饿到快死的时候 人性的那种本能的东西 爆发出来的时候 有些动物会把自己的孩子看得吃了 是吧 所以要虎多不食指 饥饿到那些大饥饿 饥饿到一指而食啊 不是历史上有说 我把我的孩子给你吃 你把你的孩子给你吃 大人要饿死了嘛 到极限了嘛 为了生虫嘛 孩子还能生嘛 这饿死不行嘛 吃了呗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是原谅不原谅你父母 是你能够正确的了解你父母 父母是个人 到外在的租原居住的时候 到各种条件居住的时候 他能做出任何事情 因为父母是平凡的人 而你也是 你也可能像父母一样 就是我们经常骂一些人啊 的贪怪啊 或者是很多 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 你也许不如他做的 是吧 很多事情你做的不如那个人 但是 把你放在这个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你可能不如那个人做的更好 但是 我们经常是这样子 就是 你会发现你很奇怪的 就是很多抱怨什么来自于 其实 你在否定这些东西 然后把自己否定了 你看清楚的时候 你不需要原谅父母 也不需要宽容父母 你只是要看清楚 看清楚父母是个普通人 知道他会犯所有的错 那就够了 既然父母能犯所有的错 他可能 是你想象中 变成是你头脑里面最邪恶的 你的父母 也有可能有一天 成为你头脑中 最邪恶的 最坏的人 因为他是个普通人嘛 但是你会理解 你的父母为什么变成这样的 可能是 条件所变 他从小受到过虐待 等等各种各种 有一个人记住 他就是那样 你也会 看清楚了 每个人都会 看那个猿把你逼到 推到哪个地方 是吧 看师父你陷入绝境了 你会不会 杀到阴望去 会不会抢劫 会不会做了很多事 推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你会不会为了生存的需要 去杀人放火 你会不会为了诱惑去杀人放火 抢劫 有可能是为了诱惑 有可能为了 你的欲望真的那么清净吗 是吧 当你发现自己也是普通人的时候 你发现 自己也会承受不了诱惑的时候 自己 这就像那个出家人 有一个 出家人 有一个 有一个 微信圈的 那个 教父还是什么 有一个 杀人犯 或者什么 就是想在他那避难 还是什么 给他一百万 他说不行 两百万也不行 我不能被金钱收买 最后说三百万 然后说 你赶紧逛出去 我快被你诱惑了 我不行了 我只有三百万的量 就是你诱惑 就是说 马上要答应 马上要答应了 你快快跟我出去 我承受不住了 就是 当你 不是 这个并不是说你要敢 你看清楚自己 就是个 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自己是有时候是 他有习气的 他就会 为了一些东西 事情会请而走险的 会去背心弃义的 会做一些事的 人就是这样的 看清楚就行了 你不用原谅 也不用否定 也不用绝望 也不用失望 人就是这样的 看清楚 你也会变成好人 你也会变成坏人 是吧 有时候你为了救一个人 你也会付出自己的生命 你可能那一刻 也会伟大的 也有可能你很卑鄙 真的是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是吧 看清楚 然后如果你觉得 哎呀 自己不能像那个人 最起码你看到了 那个人连底线没有做事 我最起码的有点底线 是吧 那好 自己保持一种品质 好了 保持这个品质 觉得自己 我也达不到圣的高度 但我也不至于堕落到什么程度 那有个品质 我是个人嘛 我有仁义理智性的品质嘛 我最有 我好歹也不能把说 那个人把我认了一辈子 朋友我背后捅他两刀子 这件事我肯定干不出来 哎 可能很多人会做 但是我不会 你就行了 那你就是个好人 知道吧 你就保留了一个好人的品质 哎 就是说他是我朋友 我不能这样做 哎 这个人已经不错了 你知道 你不能这样做 是因为他是你朋友 不代表你真的多好 也许 敌人呢 如果他是你敌人呢 你是不是就做了 反正他是我敌人 他把不得杀了他 多头两刀 然后说带我头一刀 是吧 那个人说杀他 带我多头一刀 我是不自己不能杀 是实际 就是你内心会有这种 是吧 那这样说是个极端了 这样说极端 但是我们会看清楚 看清楚这些的时候 你会狂心动心 你会歇下来了 别那么累 知道吧 别折腾别抱怨啊 别自责啊 别斧定 也别失望 也别绝望 也别夜市 别什么 好好修行 放下来 是吧 我们就是个普通人 我们做着普通人的事 我们住院居住 我们有能力 今天如果你爸是什么 就是全世界的总统啊 可能你就觉得 你傻眼了 我告诉你 你很厉害 也许各种才能也显现出来了 因为别人 你没有也给你捧出来了 我告诉你 谁知道你就没有 你没有 跑出来慢慢有了 这就是 很多东西 你越别别 就是说你别想这些 那也不过 人家那个人 为什么会那样 那也是得叫赛报达成的 是吧 有报呢 国报嘛 我们今天这样子普通人 或者是这样也没有什么 各有各的英国 身在王家跪出 皇亲跪出家里 那个时候都不自在 所以那天我看电视剧里面 那个那个什么 有个太子啊 然后给教育那个太子 那个也是皇帝 跟他说 我们身在 那个太子 身在 我们身在皇家 所以太多不自在了 就是说 嗯 说 娶媳妇说 你怎么能随便 就选择一个人做老婆呢 是吧 你要为皇家服务的嘛 是吧 要联姻的嘛 是吧 你就知道 这就是我们时空见完 看的时候就过了 但是你真的能贴到他的不自在 你最起码你现在作为平民老百姓 我看上就看上了 我没看上就没看上 你不能鼻子让我娶他的 那皇家呢 我是为了不住政治联姻的 你必须这样考虑 你是站在以大局为主啊 所有的事情都要以大局 你哪能随心所有的 是吧 你做了 全国人民生讨你 你是无法知道他的不自在 你只看到他的自在了 你只看到他得的那些东西了 你没看到他的无奈啊 他很多东西是无奈的 所以你一旦你把所有的 放在平等的位置 看到很多 清楚的看清楚了 你就知道 你活得也挺幸福的 说句老师 嗯 我们就不判别了 不比 也不会慢慢的凶自己的 圆满自己的 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 不高不低的位置上 慢慢走 自己有欺欺有欲望 有决受 胡上胡下又怎么了 胡高胡低又怎么 那就是受啊 是吧 你总不能变成街上的死端吧 到最后说 修如如不动 是你不分别动静才是不动啊 你说变成死端不动 那叫不动嘛 是吧 踹你俩脚肯定动了 是通了那个思维 没有二元对立的分别认知了 但这个通过不动来达成 只是说通过你你认为的不动的这个状态来达成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佛说的话 真的相信做什么都会有的 什么都能达成 没有什么不可以 真的相信 做缘具足就行 你知道吧 只是做缘而已 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 功德一切具足 就是不行 是吧 我觉得自己不合 我觉得自己 你怎么能做 你真的破过相吗 你真的改变过你的认知角度吗 认知角度啊 不是通脑都背下大串概念 认知角度 你真的今天 看那个人讨厌的时候不能转一转 不能停下来不动 你怎么就认为他很讨厌 然后如果是觉得他很讨厌 你能不能去摩西州 到底自己讨厌什么 这个人是个啥东西是吧 你讨厌他的习气 那个习气只伤到你半个毫毛了 什么样的习气啊 是不是自己觉得自己也有 还是 就是反省啊 我觉得这种反省蛮有 找到那个肝蛮有 有力量的 有力量的 就像我找到我说 我是想买就是的月 不是想 不是讨厌就是的那个要求 你说 你马上就吃来了 买月这种事 你又没做不完 你又没 你哪有那么多风生啊 那么多花生啊 你是 就算当年也英雄不起当年是了吧 是吧 经常我们说英雄不起当年是 幼儿园能做到的事 不见得长大能做到 是不是 是不是 真是 真是 你做不到就做不到嘛 那他管那些事 就那样吧 是吧 你敢乱说就是乱做嘛 是吧 不能乱做 是吧 是吧 幼儿园随便啊 上房接法也行 在一起上 一起来干嘛 在一起爬手 在一起上房 是吧 现在啥也不敢做 不是你 就是这样的 但你觉得这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不行 你就释然了嘛 想通就释然了 想通就释然了 想不通嘛 想不通就不想呗 哈哈哈 你刚才说 你自己思维 找到这个根 嗯 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 我觉得还是对 他这个问题 有时候自己去找一根 自己的确信 到底是还是不是 老师说了呗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说了 但是你慢慢慢慢去想 你可能觉得不是 或者是 就是都有可能 因为你想不了 因为我以前说是 一下子看到你的 就是水清自现的 那种底子 那种的 比如说 比如说 行鸟区 通脑里面 它有闪光的东西 它很想变成 那个放光的东西 它是有那个光芒的 但是它很想变成 但是 那些光本来就是 我们本质有的 只是你没看见的时候 你就觉得是 在别人那不在你这 还有就是那种感恩啊 那种想去回报 家人的那种 想照顾家人 那种去 把这些东西抛开 这些东西不应该留在你的心中 这些是一些好的品质 但现在太障碍你了 知道吗 把这些东西放下 过去的这些东西放下 你这边有你这边舒适的姻缘很多 有些都是欺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你看不见是很正常 但是过去生的这些东西 你这个还是比较复杂 我就告诉你 慈悲心对你是第一位的 你只要慈悲 慢慢很多东西会换起来 就学慈悲 学呗 虽然不是 你说的这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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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呗 恨恨的吃杯子 看怎么吃杯 你试试 试试 试试 先从假的开始 然后算了不咬你了 就这样 举例的 不是咬 我有一个 我发现有一个模式 譬如说 很多时候看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但是 我认为那样不行 你为什么自己就没有觉察到呢 为什么偏偏还是这么蠢啊 我觉得 你看就骂自己了吗 不是 我说很多人 包括我这也是 你看 就是 你看 很多人 不管自己也是 恨恨的吃杯子 但我认为有很多东西 应该明察就好 但这种明察就好了 又好像 我再说一句 柔软是无相的 你不是柔软柔软到什么 就像柔软有眼对着每个人 哎呀 微笑啊 心里边暖暖的 不是柔软 不是那样的 柔软是无相的 自己内心的一种感觉吧 就是 就不起称恨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没有太多的 或者甚至不希望它一定要怎么样 那就真的是柔软 我觉得 你不希望它一定是什么样子的 它表现出那个所有的状态 你都看着 你能旁观 这也是柔软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能够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来自于先原谅自己 当一个人被自己看得很清楚 原谅自己的时候 你能原谅所有的人 你会发现 原谅自己不攀比 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 而且也不攀比 不给人家众生说 它是放光的 我不放光 不要这样想 不要就像阿奶奶说 佛你是放光的 我是不放光的 老想变成佛 然后被摩托情侣揉走了 所以你不要去比这些 但是我也可以踏踏实实跟着佛修行 只是说佛修行 人家有个完全选择的 圆满的之外 我是可以医治的 医治他 我也可以达成的 因为他是个导师 等于向导 跟着向导走 自己捨了很多摸索的路 但不代表我跟他不一样 就像一个小BB 高声的小BB 跟着妈妈成长 但不代表他跟妈妈不一样 都是人 只不过是他 他现在需要医治 妈妈人 他长大了 他是另一个状态 他也许更厉害 那小BB怎么跟妈妈比呢 因为他都三十岁了 他才三岁 你那种比是没有可比性 就像阿奶跟佛陀比也是一样的 他比 他是一个小人 他要跟医治 医治下道成长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我一直老是成长 这个也很正常 长大了就好 这个比挺容易熟的 但是你们大家比的时候 我跟你年龄 比如说我要是做个老师 我要有四千岁 五千岁坐在这 你就不给我骗 大家就觉得 因为年龄差不多 你怎么 但是新的年龄真的是无相的 有的新的年龄 你别看他七八十岁了 他就俩岁 有的新的年龄很小 但是你看现在的小孩子 有时候 他真的很成熟 真的很大 但是这个新的年龄 是生生世世修过来 心性上的年龄 你知道诸佛实现的这些像很 慢慢的你会发现 他们实现的很 都给你实现出来 米勒菩萨本来先成佛的 是的 来度众生的 他玩去了 求迷求利玩去了 是吧 释迦牟尼佛就先赶上了 先成了 他成了后不佛了 米勒菩萨也就无所谓消息息的 你先成你先成还一样成 你先成嘛 我再玩几天嘛 是吧 人家没生气嘛 对 你看文殊菩萨说 你看你看 你上辈子叫丘尼菩萨 你看你整天 跑在那些大观贵人的家里喝茶 是吧 每天什么知音喝茶 品茶 然后呢 每天跟三五个好友品茶 不好好修行 是吧 你看我修行我成了吧 你现在连法华经都忘了 是吧 人家弥勒菩萨也嘿嘿嘿嘿 人家也没说 哎呀惨愧啊 哎呀不行啊 哎呀怎么怎么 人家说哦 是这样呢 哎 还好我现在不求你了 不求你了 我求不上针等这些 是吧 这多简单的事嘛 这有那么沉重嘛 我就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沉重 把自己骂得狗血捧头 把自己稍微犯点错 就不觉得自己是恶不是 米勒菩萨连成佛这件事都误了 人家没辩解一声 人家也没辩解一声 人家笑嘻嘻嘻的还是那样 咦 这样笑是吧 人家说是啊 然后呢你看 不能乱玩的 威叔菩萨也你看你看 人家也没说 你看你 咬牙切齿的就像我骂孩子似的 你看你 把孩子你看你 你都把这个也误了 你成佛这多 多么重大的事你都误了 那是使命啊 你要知道 那万一你看 你误了 那释迦牟尼环没车到 那不中间大家 终身怎么办 我按结了嘛 怎么 怎么 教训你嘛 我们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 人家迷了菩萨说 你看 幸亏有你啊 你看我求你求你 把个车火误了 你看释迦牟尼环你成了 你看你给鞋子创立了佛教 你看你 你看 哎呀 幸亏有你啊 有你真好啊 我才玩了 是吧 我说菩萨说 你看你那样 人家也没咬牙切齿说 人家说 哎呀 你上辈子求你求你忘了 就这样吧 忘了 你那不是说 哦是这样啊 这就是他不让我们聊天啊 什么都不重要啊 成佛也没说重要啊 这就是这个世界一片祥和啊 没有人咬牙切齿说话的 没有人咬牙切齿 责备另一个人啊 成佛这就是误了 都没有人责备的 就这样 人家就 你知道那种功宴的佛 一中佛成道 那利益千万诸生的啊 他都误了给 他没诚 他误了他玩去了 你知道 人家没有人 妈啊 没释迦牟尼我去教育太多 人家既然在斗帅前也讲法 是吧 内缘外缘的人家挺清静的讲 是吧我也可以啊 我迟了点 我在斗帅前自己做个 做个人内缘外缘 我做一个什么 我也建议做事 这有两个三个 不错了佛教 你错了一把 我弄个欲结贴的 也能帮你干点活 就算了 是吧 是吧 一不小心你成了 你成你先做 我做助教嘛 迷了菩萨嘛 菩萨都是助教嘛 我做助教也挺开心的 不是一定要 我也要坐在那个位置 是吧 是吧 一中佛嘛 大家相爱无事 互相聊天 没有指责 没有咬牙切齿 谁说 谁行啊 不谁 被自己也没说 我要宽容自己啊 我要原谅自己啊 我要怎么 没有这种事 人家压根心里 清静无的 都是个视线嘛 视线啥不一样 老师 他就像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那我们 多数的我们 现在就是说 对于自我的那个 不完美的一面 是很鼎触的 是不想要的 包括这样就是去抱怨 去 其实也是在抱怨自己 那这种状态实际上 还是因为我们 没有看到我们真正完美的 也不是 刚才说了那么清楚了 大家都看见 我只是说大家 别那么咬牙切齿的恨自己 因为我们真的是 太苦难了 我发现 不管是骂自己 还是骂别人 教育自己 还是教育别人 责备自己 还是责备别人 绝望还是失望 苦得不得了啊 你可以责备自己 怎么 你看你 怎么又当晚了 你不能幸福的责备自己 你不能呼吸吸的 责备自己 你说 照着镜子 你看你看你看 又贪玩了吧 冲结起 不行 坐在那儿好好地 怎么别人也是这样的 你怎么生那么大气呢 就是会好好说嘛 好好说 你生什么气呢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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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干活呢 就是是 就很愤怒 我很烦 我不想干啊 你不敢谁干啊 你不敢谁干啊 别的弟弟妹妹都那么小 干不了嘛 你不敢谁干 我是举个例子 不是说得罪了 又不得罪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是说 你不用生气嘛 你说好跟说话 我就不敢 不敢回去吧 就完了嘛 不敢 那怎么办呢 就是 你不要生气嘛 责备自己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怎么这么碰啊 你怎么这么蠢啊 你怎么这么蠢啊 啊 然后 然后 然后坐在那儿 然后 然后 哭了 哭了 因为责备是耗费力量的嘛 哭了 就这一会儿 就这一会儿 休息起来 该坐啥坐啥 你别生气嘛 你为什么那么沉重呢 我就是 我不是说不应该是 有些是错了 或者 你为什么 先是 你看 要责备了 要责备自己了 先用你了 就像那屋子 要责备他了 先坐在这儿 脸下 深呼吸 然后那个头啊 脸变黑 眼睛 风露的 啥啥啥啥 就能闪电 然后脸黑了 先把气 下半截去一团 然后这块也堵上 然后我说 会洗 哈哈哈哈 你别吵了 就责备你了 就是重生就这样责备了 你怎么不干嘛 哈哈哈哈 你干嘛去了 你 好累啊 哎呀你看 你说了三句话 自己已经累得要死了 知道吗 人家还没听懂 你说啥呢 你这这笔道 都喘上了 哈哈哈哈 我经常这样干 你知道 哈哈哈哈 真的好累啊 你还没责备他 他还没 你说啥呢 你说啥呢 你搞清楚 你这边一起气得 干草一断 你都气坏了 这真是 这边自己是一样的 他说说说 我怎么这么穷呢 哈哈哈哈 我怎么这么烦呢 他说 缺乏啊 心碎啊 哎呀我的天 就这样的 全世界的都切我的 穿过去了 马上买的 哈哈 谢谢 累死我了 真的是 谢谢 这魔法可怜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一点 五点 你就轻松一点 对吧 你就说这个豆子不好吃 你说 谁炒的 这么难吃 哈哈哈哈 你说 谁炒的 这么难吃 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是 哼 谁炒的 啾 哈哈 你这种说话 哈哈 你就说 我不是说豆子好小 这豆子挺好吃的 这个真的不难吃 这么难吃 哼 嘿嘿嘿 真的是那种状态啊 这真的就缺缺状态 哎呀真是 你心里没那种状态 你就责备一个人 别人也不会觉得你砸了 觉得笑嘻嘻地接受了你的责备了 是吧 你要是心里就有了一团东西 你还没说呢 别人就感受到了 干啥干啥干啥 哈哈哈 就开始给你对着干了 已经 你想着 你已经开始 就像你都开始打零了 敲响鼓了 哗哗哗 敲鼓了 已经我跟你挑战了 你还没说话 人家都已经 啪 一串 准备给你 准备赠 准备赠 哎呀 你说啥也没用 这种一般发生在家里边 夫妻呀 打造又一出现 外边还好呢 外边大家还带个面具 因为你看见脸太黑 怕对方骂他 他看见他有个面具 找着想 在家他连面具都不带 马上骂人 就是那种 心心特别柔软的那种 心心特别柔软的那种 真的是 哎呦 好烈好修行 被人带来的 这个能烈的 这个不是修 还不与修行 还关系不到 你绝照的注意一下就好 绝照的注意说话 就没那么咬牙切齿 平平地说 那个其实这是个生活态度 这个世界没什么重要的事 生死不是四小 都对我们都了无不爱的 还有啥事能挂上 你看你生死都不挂 死亡这件事情会发生吗 会 不挂 其他的 有什么挂的 是吧 我死都不怕怕啥呢 大家说怕活着 怕活不好 是吧 什么叫活好 活好有定义吗 你只是这个大笑一唱 就活好了 你扁这个脸的活不好的叫 是吧 我喘不过气还活得这么好 有啥的 有啥的 你看你多疼长 多疼长 哎呀真的是 喘不过气了 可难受了 小演戏都演不了 演得不愤长 那üzel 我喘的是 有点 想睡了 你们俩 不过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